首先來關心新冠病毒疫情 又傳出了家庭群聚感染 今天國內是新增了六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分別從埃及菲律賓以及美國入境 其中新增有三人是之前確診的 埃及女童的家人 成為一起家庭群聚感染 指揮中心則是研判 應該是在埃及當地染疫的 間隔一天零確診 國內新冠肺炎一口氣增加六例 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案八三零八三一八三二 分別為埃及的十多歲男性 十多歲女性及三十多歲女性 三人都是案八二五的家人 一同在一月五號來台 也都是居家檢疫期間發病 經過採檢後才確診 由於案八二五是未滿十歲的小女孩 也是這起家庭群聚的指標個案 她住院後核酸檢測病毒量較高 因此指揮中心研判 她應該是在埃及當地就已經遭到感染 另外案八三三為菲律賓籍四十多歲女性移工 案八三四為印尼籍二十多歲男性漁工 兩人都是入境至今無症狀 檢疫期滿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自費裁檢 而日本公布四例境外移入 全新變種病毒株 指揮中心表示 傳染性還在研究中 目前不會對日本採取更多限制 至於受到疫情影響 關島與台北間的直航班機 從去年三月起停飛至今 經過多方協調華航十一號派出人道醫療包機 機上有四十七名旅客 指揮中心指出 在醫療部分有些患者必須接受腫瘤切除 治療心率不整或是超級肥胖等 共有五位國人需要就醫 四位是陪病家屬 記者來說明講龍蝦特報道